此次集会由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发起 该组织还邀请其他工会参加此次活动 公共雇员工会表示 以哈普为首的联邦保守党政府 以颁布复工法来威胁加行员工停止罢工 这是对6800名飞行服务人员的不尊重 此外 联邦政府还将此案交由本国劳动关系局处理 以此来阻止罢工 在此次集会之前 加行员工已经分别在卡尔加里总理办公室 以及劳工部长雷特的选区办公室等地 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 WOW TV 李超报道